好的,这里是罗王 今天我又来给农师喂吃了 可以看出来吃了好多只面包虫以后 这个水变得非常的浑浊 我可能在这一餐之后就要给它换水了 那么好,今天我们喂的不是面包虫 因为我今天专门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小鱼 所以今天喂的是什么呢? 鱼? 哇,我突然发现这只鱼在光线下看的还蛮好看 我买的时候我感觉它的颜色跟屎一样 好吧,它的颜色的确跟屎一样 这只鱼有独特的防聚焦功能 我很难聚焦到它 好吧,这是瓶子的原因 好吧,这是瓶子的原因 于是我就要把这个鱼倒下去 所以实在的话 我并不知道龙池会不会真的这么凶残到能吃掉这只鱼 或许我拍不到 而且这水很浑浊 我觉得可能就算是吃了这只鱼也要很长时间吧 拍不到 所以我这个视频可能又要分批了 一旦它快捕捉 我再专门放一个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 天哪,你们两只 动起来 一定要我去动吧 我去动的话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它们的食欲 戳 还是说你们吃饱了 根本不饿 小家伙 你要干嘛 你要出来玩吗 没反应 嗯哼 我发现当螳螂 对了这么高以后 对了这么高以后 他们之间绝对会有互动 隔着往威吓 互相吓得对方 乱跑 这不太好 还是没有反应 还是说这只龙池有点反应 应该不会反杀吧 应该不会鱼把龙丝吃了吧 以这个体型 我感觉不会哈 只不过这两只龙丝干掉这条鱼 嗯 有点悬殊哈 其实有一个比较残忍的办法 就是让这个鱼 甚至要留个伤口 这样的话 龙丝闻到他的血迹就会马上过来 不过这个 很残忍 尤其是万一 流的血迹 龙丝还不过来 有点虐愈的感觉 不过目前来看这两只龙丝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来帮一下吧 你们就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有没有食物 不要老是巴在一个地方 放 冬天还没到呢 你们难道要冬眠吗 真是 你 理论上讲 这两只龙丝干掉这条鱼 是绰绰有余的 这鱼的大小 完全可以被龙丝捕捉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边有一出好戏 这只飞亚想去接近上面那只 长吉林贝顿 想去捕捉他 还是没有反应 戳一下鱼 再戳一下鱼 如果说鱼碰到龙丝 或者龙丝碰到鱼 会不会直接有感知 再戳一下鱼 是不是他们在有意避开这条鱼 没有吧 再戳一下鱼 再戳一下鱼 好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好像对这只鱼 并没有很做兴趣 或许是因为前几天吃的面包虫 他们也没有什么 想捕食的欲望 诶 这是要干嘛 或许他们抓不到 这也不是没可能 因为龙丝游动的速度肯定没有鱼快 如果他在触碰到鱼的那一瞬间没有牢牢的抓住鱼 鱼可以瞬间滑开 不过理论上他的前足还是蛮厉害的 龙丝的前足不是步行足吧 应该是抱握足吧 我不记得了 反正好像不是步行足 好像是一种比较适合抓握东西的 足 目前来看还是没有要捕食这条鱼的迹象 或许我要等到明天 这是要补食吗 这只鱼也开始适应环境了 开始都不敢游 现在至少敢游了 我倒比较担心到时候 万一 这龙丝啊 他是咀嚼式吗 口气 把这鱼咬破了 会流出血来 到时候画面会不会比较血腥啊 小家伙 嗯 你觉得比较血腥吗 我曾经 相当于是好玩吧 给宗师 胃乳鼠 啊 当时也是 乳鼠 总是没有一口包下去 结果 咬的嘴边 咬的 有血 流出来 那感觉还是蛮 蛮 蛮那个的 蛮难受的 毕竟乳鼠嘛 怎么说呢 还是长得 有点 有点 跟人有点像 总会有点同情心 小家伙你是不是想出来 甩 有点 依然没有反应 看收工 退了皮以后真的很鲜艳 没反应 不过想想也是 吃一只面包虫都要好那么多 实践 何况这是一条活生生的鱼 在水中可以自如的游动 好吧基本就是这样 目前还属于闲置阶段 没有任何吃鱼的迹象 那二皮剑呢 再来看看小鼠工 这手工察觉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看到了鱼 好吧那基本就是这样 我感觉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迹象 除了这个小家伙要爬出来的迹象 能够得着吗 够着了 你居然够着了 来来来来 我记得你以前是爬不上来的 估计长长了一点点 脱了皮之后长长了一点点 然而我要把你放下去了 哈哈哈哈 好那基本就是这样 等下一个视频看看 鱼有没有被吃掉 或许 这只鱼根本不会被吃掉也有可能 好 那基本就这样 我们看看有没有2P 就这一点ленber用鱼 拥启 不是 右面 感谢观看